卫福部检验情绪水产品的动物残留用药 结果发现到包括了俗称鳖的甲鱼 逛丸还有乌骨鸡 这些都不合格 而其中违规最严重的甲鱼 不合格率高达了四成 俗称鳖的甲鱼因为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及氨基酸 深受老涛及养生民众喜爱 不过这家位在台北市SOGO复兴店楼上的点水楼餐厅 却被卫生局机查发现 店里贩售的甲鱼还有孔雀绿等三种动物用药残留 吃多了恐怕会有致癌风险 到五月份的时候 有最近的这一次有疑虑之后 我们就开始停售 业者表示店内的甲鱼主要是拿来煮汤食用 但是今年五月被卫生局机查不合格后 就已经停售这项产品 而除了点水楼之外 还有台中市爱买中港分店所贩售的乌骨鸡 以及彰化福宝食品行所贩售的贡丸猪肉等等 也通通不合格 都被剪出动物用药残留 货量食用则是容易造成过敏噁心呕吐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中有一件甲鱼有剪出孔雀绿 孔雀绿因为它有自癌的风险 目前是禁止食用在工人食用的一个产品当中 食药署强调养殖业所使用的黄氨剂以及氯酶素 是一种广泛型的杀菌剂及抗生素 依法必须遵守15天停药期才可贩售 避免人体把这些农药间接吃下肚 但是孔雀绿目前是禁用农药 因此将移请辖区卫生单位 针对这些不合格的来源厂商开罚 记住那是米蒋龙翔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